说到雷射尖 我们一般会想到棒球场上的精彩守备 但是我最近发现 手球也很适合雷射尖 甚至是雷射腕 超强的臂力和起跳的爆发力 让他们能将球速投出100多公里 真的是雷射炮满天飞 今天就让我们聊聊手球 还有这项运动的王者 来自丹麦的McKill Hansen 飘逸的金发和强壮的体格 让他获得了雷神的外号 强大的爆发力和进攻手段 让他能用各种方式 从各种角度进球 他是大心脏的手球之王 也是奥运会四锦赛的双金得主 被誉为手球界的LBJ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1987年10月22日 McKill出生在丹麦的赫尔辛格 他的父亲是丹麦手球国手 曾经参加过1984年的奥运会 而丹麦不只是手球的发源地 也是世界知名的手球大国 手球在国内的热度仅次于足球 联赛和国家队的体系也很成熟 丹麦的女子手球 曾经完成奥运会的三连霸 不过男子手球在奥运会上 却是一贯男球 直到McKill的出现 改变了这个困境 在家人的指导下 McKill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练习手球 并加入了当地的俱乐部 靠着天赋加上努力 他很快被迁入职业俱乐部 加入飞鹰岛的老牌强队GOG 在场上的七个球员中 McKill的位置 是左边45度角的左内锋 主要负责球队的得分任务 靠着远色和突破获取分数 一般由高大的右撇子担任 而McKill18岁的时候 就成了队内的主要得分手 靠着手肘和手腕的控制 多次上演精彩的射门 并帮助球队拿下全国冠军 休赛季的时候 他找了一个小球场 对着球门不停地练习射门 持续的努力也让他得到肯定 成功入选丹麦的国家队 并在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2008年北京奥运 丹麦因为早早输给韩国 面临了小组无法出现的危机 在对上俄罗斯的关键一战 McKill在落后的情况下连续得分 帮助球队把比分追平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丹麦获得了一次自由球的机会 只要投进了就能拿下比赛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21岁的McKill领威寿命 占到了9米线上 对方的球员在他面前形成人强 最高点来到2.55米 在2米高的球门前 还有守门员作为最后防线 McKill需要在45度角拔球投进 过程中双脚不能起跳 执行动作的时间只有3秒钟 但3秒就已经够了 仅仅用了0.3秒 时速130公里的火球击中门柱 精准地弹进对方球门 比赛宣告结束 但麦保留了晋级机会 虽然最后此不八强 但McKill的表现让他一战成名 成为手球界的明星选手 他加入西班牙的巴塞罗纳 在那里拿了两个亚军 再回到丹麦的职业联赛 并成功斩获两次冠军 还获选年度世界最佳球员 最后在2012年 来到法国的巴黎圣日尔曼 这支俱乐部以砸钱闻名 一举签下了很多明星球员 并在那里展开了他的王朝 在手球比赛的进攻端 赛场上分成六米区和九米区 除了守门员之外 任何进攻和防守 都必须在六米区外完成 所以选手通常会用跳跃射门的方式 来缩短和球门的距离 和增加爆发力 如果被犯规破坏得分机会 会获得在7秒线上的罚球 由选手和守门员直接对决 如果被犯规失去球权 会出现前面提到的自由球 在对方球员阻挡的情况下 在九米区外执行动作 在比赛的过程中 进攻球员持球的时间不能超过3秒 带球移动不能超过3步 所以比赛中会有很多传球 因为一球只算1分 而2米高3米宽的球门 又会被身材高大的守门员看守 所以得分也没那么容易 通常一场比赛结束 单边的得分不会超过40分 而米Q最强大的地方 就是他的得分能力 他身高192公分 体重93公斤 强大的比例 让他能像大炮一样 在中远距离跳跃射门 射出暴力的雷射炮 最快的球速超过130公里 也能用下钩的方式 甩出潜水艇鱼雷 让对手防不胜防 或是突破到近距离 骗出守门员后 用极低的内旋球反弹射门 对手腕的控制能力 还让他获得了魔术的外号 能从各种角度精准射门 在7米线上他更是难以防守 矫谎后的出手几乎是百发百中 而当初让他一战成名的自由球 他也用实力证明了那绝对不是巧合 一次又一次的重演精彩画面 而在手球的赛场上 我们还看得到夸张的背后射门 篮球式的空接射门 甚至是极限倒地射门 还有空中拉杆射门 比赛的精彩程度 完全不输给其他球类 在米凯的带领下 PSG开季就成功封王 并签下法国传奇选手 Nikola Karabatic 强强联手的组合 让他们称霸发甲联赛 拿下10年内的9个冠军 其中米凯连续两年射进200球 成为联赛的神射手 并多次带领球队杀进欧冠联赛 可惜总是奇杀一招 最好的成绩是斩获亚军 要成功拼下一次冠军 也成了他最大的目标 在国家队的赛场 米凯扛起了进攻大旗 在多场比赛成为赛事神射手 可惜球队的成绩还是没有进步 四锦赛上他们两次杀进决赛 但接连败给法国和西班牙 在伦敦奥运会上也此不发强 唯一的大赛金牌是欧请赛的冠军 一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 29岁的米凯领军丹麦 带领球队一直插到了冠军赛 面对奥运会二连霸 由队友卡拉巴迪士带领的法国队 米凯射进全场最多的8球 带领球队以28比26赢下冠军 产获丹麦队史上第一枚金牌 而他本人也获选赛事MVP 赛事最佳左内锋 还以54颗进球 在射手榜上排名第二 表现堪称完美 当麦队的荣耀还没有结束 2019年和2021年 他们连续两次拿下世锦赛冠军 米凯射也掌握了两次MVP 并获选三次世界最佳球人 奥人的成绩和表现 让他被叫做手球之王 甚至被很多人认为 是手球界的历史最佳 赛场下的米凯射已努力闻名 不停地精进自己的技术 就算被叫做手球第一人 他却依然地在持续进步 丰富自己的球伤和武器库 还练出了出色的传球技巧 让他能更有效地帮助球队 而在赛场之外 米凯射意外地很喜欢艺术 不管是在丹麦还是法国 都经常会到美术馆欣赏画作 而来到巴黎这个艺术之都 他更是被这里的文化影响 曾经在艺术的氛围之中 和他触控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时间来到2021年 米凯射第四次出战奥运会 虽然在决赛上被法国复仇 没办法完成二连霸 不过米凯射进61球 成功打破奥运记录 并以世界奥运165球的记录 成为奥运会历史神射手 相信以米凯射现在的状态 这个记录他还会继续刷新 受到肺血栓的影响 米凯射过去的一年没什么出赛 这对巴黎的球迷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遗憾 因为赛季结束后 他就会离开这支球队 回到丹麦陪伴家人 最后在2022年6月 米凯射正式告别了大巴黎 他的24号球衣被永久退役 只留下10年9冠的辉煌司机 幸运的是 他的伤病已经逐渐恢复 很快就可以再次回到赛场 在接下来的赛季 他会加入丹麦的奥尔堡俱乐部 再以此冲击欧冠联赛 并继续带领临丹麦国家队 挑战国际比赛的舞台 这名手球之王还有多少余力 还能够斩获多少奖牌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